三位代表好,我這裡是臥槽 首先我們想要先講一下,昨天我們有針對聚合媒體最近被駭客攻擊事件 號召其他家媒體召開個記者會 我們還是希望呼籲政府能夠維護言論自由網路資訊安全還有國家安全 相信在之後的政策制定上我們也希望能夠以此為最高的主責 在這裡有兩點問題想要請教 第一個是說雖然管主委早上林表示大家不要一言談和各言而知 但是呢從昨天一整天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多數的代表還是著重在國際化的競爭力 那對於人權弱勢產業的發言人們是比較少的 問題是今天如果要召開金棒博士會議 就是因為學運之後社會對於大家的政府不斷的強調一味的開放 一大於壁這種已經產生質疑了 那會議討論中如果又不斷的聽到自己的就是一大於壁 或是說開放多好多好 但對於其他人權議題較少多默的話 這種大敗敗事而溝通是否對於外界的疑慮是比較難以平息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政府在學運之後說要尋求共識 所以召開金棒博士會議 問題是為什麼不是召開公民憲政會議或憲政博士會議呢 難道經濟真的能夠跟我們的政治切割嗎 在台灣的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是否經濟與政治就是沒有辦法分開來談的 那政府這種做法邀請大家來就是發表一些意見 那當然是很好 可是其中我們聽到有人抗擊朝野惡鬥 或是工商代表講一下我們加速開放才有競爭力 那這些聲音彷彿就是學運沒有發生過 那這是政府說的 學生跟年輕人 政府想要跟他們對話是用這種方式嗎 那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沒有回應到就是多數人民擔心的 那這兩個問題請三位代表 請多一些回應 謝謝 我想第一個問題就是沒有錯 最後從昨天開會的會議內 包括過來會者裡面可以看到 是的確比較多的人發言是正在支持自由化 國際化或是說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那相對來說也許談到人權弱勢 產業上的人相對較少 但是其他地方並不是沒有 所以我還是有很多人提到 甚至今天有人覺得說本來是列在其他 甚至覺得有些相關的 包括提升勞工權 以外的是不是應該提升 他認為這應該算是有共識 但提升共同意見 那這問題我要回過 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次我們的會議並不是由政府去指定了什麼人來參加 他也說今天什麼人來參加會講什麼 不是政府可以操控的 他事實上是分成從政黨到產業界 到學術界到公民團體 各方面的代表 我們都盡量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我們大概也不需要說 在這樣子的比例之下 呈現的意見 它的確就是想看到我們提到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也許講到的人少 並不表示這上面沒有聲音 但是 本來我們這會議就希望 各種聲音都能夠出來 我覺得這個目的其實是達到的 當然這意見也最後 呈現在我們最後忠誠的意見上 只不過在 當初這樣子 各種類別分類下來之下的參與 呈現的聲音 就呈現這樣子的比例 我想這只是反應了這個 呈現代表的一個特性 但是這上面 我們要特別強調我們忠誠的這些意見 並不是說 發言相對少的人這意見 將來就會被棄之不用 就像剛剛我們特別舉的例子 大家覺得這中間 他講出來 有多是 真的是大概屬於有共識 只是 譬如說 產業界也許他會刻意去講某一些問題 可是他並不會反對別人講這個問題 那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還是可以得到重視 所以我想這上面 許多大家會擔心這上面 可能會受到故事 我覺得這上面的疑慮應該可以小一些 那第二點 有關這個 政府是不是真的在尋求共識 譬如說 當初我們完全理解學運的學生代表 希望能夠召開憲政公民會議 但我沒有辦法在議行政院去發言說 是不是我們未來並不開憲政公民會議 但是這個事情中間的確 剛開始的出發點的確是一個經貿議題 最新在經貿議題上尋求討論 甚至尋求共識 並不是說因為有了這個會議 就表示其他的會議就不可能 那只偏想像說 這是更多的會議 或更多溝通方式中的第一步 而這種事情首先 先聚焦在這個經貿議題 那也許經過這次會議成功以後 然後再下來 政府中也許有別的考慮會 真正回去再開一個 因為再下來 顯然包括憲政議題上面 也會變成一個大家持續關注 甚至現在市政上看到的一些困難 也可能必須回歸到那個上面才能夠討論 所以開經貿博士會 也不是否定說不開憲政公民會 在我自己個人的解決 我會認為說 先從經貿議題開始 我們逐步在爭取跟社會上更多的對話 那我覺得這上面 今天這很多的問題 在從學運 包括現在還有一些反對的 政府政策的一些討論中間 就可以看到 中間經貿的確還是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中間 討論 那我要說明一下 在這個會議中間討論 就像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個意見應該要 怎麼樣怎麼樣受到重視 但是我 就像我今天在會議開場的時候 也會提到 當你講的時候 也許有些人沒有注意到 其實還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人家也會發生 所以在這個會議上 正好就讓大家可以 聽到跟自己類似的聲音 也有機會聽到 跟大家不同的聲音 所以換句話 不僅是我們也要聽不同的聲音 我想所有參議員 也在練習 聽跟他自己的意見 不一樣的聲音 在我認為這樣就是溝通 不是每個人聽完 他都把它聽進去了 但是有很多人會聽進去 像我相信 至少我們在國發會 過去很多討論 我們是把很多話都聽進去 我相信其實很多語外的代表 也會把跟他意見不同的東西 也聽進去 每個聽進去的 一個意見 兩個意見 都會逐漸修正他原來的看法 那這事實上就是讓大家能夠 有機會更聚焦 有機會更聚焦 實際上也是共識形成的一個企業 他不會一步到尾 但會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是不是請理事長 上來手 可以非常肯定 包括網路的部分 所有的人 同步可以看到 任何一個人花言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假如你覺得是這個平台 大家可以互相溝通 那你對弱勢的部分 那就更應該 用這個平台 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在討論經濟的議題 經貿的議題 也要考慮弱勢的部分 那我是覺得是 聽點是很容易 但是建議這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 讓所有人知道 我們所關心的議題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那越來越做 可能就會做越來越好 希望說是每一個人的意見 其實你都可以在網路上可以看得到 那這種對話的方式 其實是可以在 讓所有人尋求 一個可以大家接受的一個方向 那剛剛主委也提到 其實這次會是針對經貿 那也許以後真的是 對憲政跟公民的議題 也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對話的機制 我是會用一個比較open 比較平常心的想法 是這個對話平台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總是希望大家有一個共識 讓我們國家的經濟可以更好 假如經濟沒有在這個時候 然後趕快把它拉起來的話 其實會危急其他的 讓大家在生活跟護士那麼順 那很多問題就會更出現 更遠分出來 那也對弱勢的照顧也會更糟 可能一步都會互相失 每一個環節都會互相有關聯的 好 那我會分享很多產業界面來跟各位 跟普通報告 那 其實剛剛校長有個提到嗎 因為我們整個會是經貿博士會議 所以這次主題大概到了經貿相關的議題為主 那麼企業界的朋友呢 基本上他們大概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和氣身材 那麼他們也不曉得去碰政治 也不曉得去談政治 所以對於社會面 那麼當然他們比較少去看錯 那麼他們現在比較 覺得 後代媒體的 是因為國際化、群體化 那麼台灣是一台島群體 它沒有辦法自外 以群體化跟國際化的範疇裡面 那我們又看到群體化這句話 現在呢 前世界大概有380個FTA的 這個簽署已經報到我們TO去了 那麼台灣現在呢 我們跟其他國家呢 簽的FTA 只有佔我們 整個經貿的9%左右 而我們最大的經貿國家呢 包括韓國在那裡 大概佔了百分之36%左右 那所以呢 台灣會面臨了一個 變變化的壓力 所以企業界朋友其實呢 他們所提的 說我們怎麼樣在 台灣現有的環境基礎之下 那我們呢 透過內部轉型申請 透過呢 我們內部競爭力的提升 透過內部呢 投資環境的改善 使得企業有機會 能夠到國際市場上更加競爭 那麼如果台灣的企業 能夠到國際市場更加競爭 當然我們的經濟活動也可以上來 我們很多的投資行為也可以上來 那我們的就業也可以上來 收入也可以增加 這樣子呢 也就可以部分消滅到 我們大家憂心的 所謂親自倒退啦 親自上不去啦 這種優異 所以我想他們一直在思考的 就是說如何去提升 他的競爭力 我想他們是從這個角度 來做建言 所以基本上可能你會覺得 那麼謝謝的朋友 大概都希望政府去 在人力資源的結構裡面 去提升這個人力資源的 這個貢獻條件 認知 那麼另外在幾個產業面裡面 也希望政府去 把這個品牌弄出來 我想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 謝謝